第四号码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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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讲解的是 妖洞士要怎么组装 然后就是他之后的 要飞行的一些步骤 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現在手頭上這個版本是4S的妖凍寺 新的 現在把它拆箱 這個就是妖凍寺的外盒 它的外盒的顏色 跟你們收到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這個顏色是許大師當初自己的配色 然後你們收到的顏色是實機的顏色 就跟這個一樣 實機的顏色就是這種非常深的深綠 這種塗裝是美國的經銷商要求 我們飛機就是要仿真 所以他要求要塗這種顏色的塗裝 這種色號也是美國提供給我們的 完全仿真 仿真的妖凍寺的塗裝 跟許大師所塗的塗裝 可以說是不一樣 許大師比較亮 然後現在我們把它開箱啦 然後現在我們把它開箱啦 當初我用這種塗裝的時候 PO到FV 被人家幹狗 因為他們說 飛機做得那麼漂亮怎麼塗裝 一點都不考究 好險 有人給我們色號才可以做出 跟實機一模一樣的 妖凍寺的塗裝 實機的顏色 就跟真機是一樣 一模一樣的 深綠 然後就帶點淺綠 深綠的意思代表是樹林 淺綠是草地 黃色代表是黃土 以之前他們所 所講的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電視蓋 裡面有附一本說明書 中文跟英文的說明書 這個就是機身 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有附油箱 附油箱 一般我們印象中的妖凍寺 都是有掛附油箱 所以我們這個附油箱 是做可拆解釋的 如果你飛機的時候 你愛飛的時候覺得速度不夠 我想速度更快 你就把附油箱拆掉 飛機的速度會更快 相對的附翼 麻煩再調小一點 因為它沒有附油箱的阻力 所以飛機附翼會變得比較靈敏 另外一個 這個 機頭 機頭我們做可拆解釋的 它上面有磁鐵 如果你們怕會掉 就是說在降落的時候會掉 我的建議是說你可以再 拿一支牙籤或木棒 穿 穿到這裡面 跟機頭對差 然後再黏上石鐵 這樣就不會掉了 這樣更安全 然後這一包 這一包是空束管 還有一堆 還有幾顆藥所 腰動式的 蟲膝 還有背皮 這個是腰動式的尾巴 還有 還有附碳棒 碳棒是在穿翅膀的時候 讓翅膀的結構不會軟掉 這個就是水貼 它上面有 機身機頭的水貼 還有機尾垂尾的水貼 的號碼 一共有三組 這三組我們有查過 就是 現階段從 沒有沒有沒有 掉下來過 就是說 有存活到退役 在全台各地 給人家展覽的腰動式修 還有三組不錯的號碼 這個就是它的身價 腰動式的身價 然後它的翅膀 有兩塊左右 沒有兩塊也沒辦法飛 所以一定要有兩塊 然後中間有碳棒在插的 就是插碳棒的 這個就是垂尾 垂尾 你收到飛機以後 裡面還有附一個 菜單 你收到飛機以後 有兩個地方要擰 一個就是尾巴 上AB膠以後 黏固定 然後就是垂尾 線插好了以後 垂尾給它放進去 黏好了 只有這兩個地方要擰 這黏一下 以AB膠的速度 它不用十分鐘之內 就可以搞定了 很方便 然後 然後就是翅膀 一樣我剛剛有說的 碳棒插進去 就從這裡插進去 然後 垃圾跟Fluff的線都已經接好了 直接接好了以後 塞到裡面去 塞進去就可以了 這就是它的下面 下面有一塊 這一塊叫 不知道什麼旗 這個也是黏在這邊 就OK了 基本上 翅膀兩顆螺絲鎖一鎖 左右兩顆鎖一鎖 啊 升降 升降也是鎖螺絲的 等你 升降 垂尾黏好了以後 尾巴也黏好了以後 升降扣進去 螺絲鎖進去 就可以了 以後如果你在運送方便 都蠻方便的 都蠻方便的 然後機頭也是黏的 那現在就給大家 講解一下 比較重要的就是 邀動士的說明書裡面 要給大家提起的 有幾個重點 先把它收一下 這一台 裡面已經有裝電池了 主要組裝上都蠻簡單的 這一台飛機的重心 重心喔 最重要的重心 就是從 來鏡頭過來一點 就是從 翅膀的 邊緣 翅膀的 前緣 然後 往裡面算 3.5公分 3公分也可以 4公分也可以 所以我們抓中間值 3.5公分 以我的習慣都是被重頭 啊 那個工廠他們當初在測試的時候 我們在測試的時候 他們是非4公分 所以 要看個人的喜好下去調整 然後過來就是 複翼的大小 就是在第23頁 複翼的大小 他複翼有 他複翼23頁裡面有寫 複翼的話 這個 小舵量 小舵量 是10mm 就差不多1公分左右 10mm 小小的而已 因為他翅膀 很短 所以他的速度很快 所以你腹翼不要太大 你太大以後他會獨龍磚 差不多10mm 小舵量是10 然後 然後 標準舵量是12 然後大舵量是15mm 然後 升降 升降會比較大喔 來 注意看 升降 升降的話 是小舵量是25 大舵量是30 反正就是 升降要大一點 然後方向的話 一樣 15跟25 後來就是 金翼 金翼 金翼就是比較重要的 他在降落的時候 因為他翅膀短 所以我是建議你們在降落的時候 要開金翼降落 可以增加他的浮力 有非常明顯的效果 對 可以設定兩段是金翼 然後你開金翼的時候 要重要一點 開金翼的時候 他會重頭 所以你 第二十三頁裡面有寫 你開金翼的時候 你要混控一點點 升 一點點就好 我這邊是射6% 然後第二段大舵 金翼開大的時候 我是混到10 這樣他飛機就可以平穩的下來 然後過來我們在守昂的時候 有一點比較重要的 就是升降的角度 升降的角度 要重視他後面的升降 後面是類似三角形 越後面越細 所以說明書裡面一樣 23頁裡面有寫 升帶一點點微翹 主要就是我們要把 像我這一台這樣 你注意看 我也沒有帶很大的微翹 只是把上面的平面 是整個平面 因為他我說過後面是三角 它是這樣粗的 縮小的 所以你們認為要把它置中 我是建議 就把它整個 就一點點帶一點點微翹 然後讓它平 整個都是平的 這樣 這樣就不會有問題 比較注意的 要比較注意的就是 複翼要小一點 然後降落的時候 要帶一點點 那個 降落的時候 帶一點點 升多 然後守航的時候 重心如果抓對3.5的話 我們守航的時候 升降就帶一點點微翹 然後過來我的重心的抓 抓3.5 來 我的重心抓這裡 大家看 這邊 這裡 塑膠這邊 這我是抓3.5 然後我 我沒有重頭 這樣子 我現在是放 三千 三千 三千三的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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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綁緊一點 我現在是用 6S 三千三 AGP的電池 好 然後 我現在抓這個 重心3.5 它是這樣子 有一點擋頭 我的習慣不會擋頭 對 有沒有 就這樣 緩緩的 緩緩的下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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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對 有看到嗎 我再用一次 我的重心3.5 我有做記號 然後我現在是放 AGP3 千三的電池 然後 重心 這樣子 OK 那現在解說就是 比較重點就是說 這台組裝非常好組 複翼 四顆螺絲 升降 兩顆螺絲 然後 鎚尾跟尾巴 稍微黏一下 差不多這樣子 阿富油箱也是用鎖的 然後 比較注意的就是 它 精液 一定要混 升降 不要混太多 以飛 你等到時候飛上去 在測試的時候 你們可以稍微調 看掉大小 都隨 各位 在降落的時候 如果沒有混 升降的時候 就跟A6一樣 A6如果你也沒有混 升降的話 它開精液 它也是整個下垂 所以 還是要混 那個升降 那 差不多 介紹到此 各位 謝謝